师父 我先读一篇 分享 师父您听一下师父 感恩观世音谱的 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 感恩伟大的恩师 弟子经常听到 听着问恩师 为什么念的经还不好 语气中不乏埋怨 师父说水还没有烧开 弟子今天分享一下 自己艰难漫长的烧水经历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坚信 坚持坚定 弟子的儿子是染色体坚持 世界罕见 那时他不会抬头 不会翻身 没有眼神 弟子在绝望中 闻到我们法 一己若狂 每次烧颂 他说 孩子马上就会走路 可是念了三百多章 孩子毫无动静 正在犹豫之际 菩萨保佑弟子 打通节目电话 问师父 为什么念了三百章 孩子没有什么进步 狮子 恩师的一顿狮子吼 把我冲 睡梦中叫醒 我这才明白 学佛不是做交易 不是急功近利 而是一种坚持 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悟 一种水迹使穿的努力 终于在学佛的第三年 孩子学会了不爬 第四年 孩子学会了四点爬 第五年 孩子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叫妈妈 第六年 孩子学会了爬楼梯 学会了踢球 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七年也就是最近 孩子学会了窜珠子 学会了做算术 而且终于改掉了 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 弟子真的无比感恩 当年恩师曾说 他本来几个月就要走人的 现在居然延熟了七年 而且一步一步创造了医学奇迹 回想自己的学佛过程 虽然直到现在 我的水也没有烧开 孩子离完全康复还有距离 但是我想 当时如果只修到第三年 如果只坚持到四千张 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孩子后来 突然会走路 说话这样警导式的大爆发 儿子有个 吃手吃衣服的坏毛病 提衣书当中 见什么啃什么 多次咬着我们鲜血直流 期间我也曾怀疑 抱怨过这个毛病 为什么一直不好 直到修行了快七年 念了几千张左右 他才改掉这个毛病 和我儿子同病的那个家长群 我们曾经寄出过 十几套法宝 可是没有一个人坚持 现在很多孩子依然不会说话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特别是脑病等慢性病患者 因为感觉没自己想象的那么见效 第一年非常精进 第二年开始 懈怠第三年彻底放弃 真的非常可惜 所以不要再问恩师 为什么念经还不灵验 为什么灵性还不离开 先看看自己的业障有多少 先问问自己 尽了多少努力 念了多少经文 修行了多少年 看了多少篇白话说法 听了多少期节目 渡了多少人 我们应该感恩 灵性给我们还债的机会 感恩苦难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感恩现在还有这样的法宝 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分享中如有不足理不如法师 对诸国国大龙天护法 自卑原谅 弟子自己的业障 自己非 感恩最后分享完了 非常好 叫他自己放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 明白了吗 像这种能够度很多人的 你知道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坚持 你说说看多少人离婚就是不能坚持 明白了吗 不能坚持里面有一个软着陆点 就是不能相互理解 所以人不能相互理解的话就不能坚持 你说你对菩萨能够理解 你会懈怠吗 你会不念经吗 你相信菩萨会救你的话 你会放弃吗 明白了吗 嗯 当然师父 明白